台灣問獎服務一流 讓人一出國就擺唸 每一次出國坐計程車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想念台灣的計程車司機 因為每一次在國外 他們司機的腦筋就是很死 例如說像我有一次要搭計程車 明明是可以回轉的地方 那我想說好 那就在對面的車道住 就一上車司機就開始 你為什麼小姐 你為什麼不到對面招車呢 請問一下你這樣回轉很麻煩嗎 問題是你難道不賺我的錢嗎 他就覺得你拿同班給他是羞辱他 然後他就等馬零錢拿了之後 他就這樣往後丟這樣 他不是丟到你嗎 他是丟他自己車上 我心裡想說不是不收嗎 他就很生氣超生氣 然後就用那個義大利文一直在罵我們 超生氣的 所以到那邊坐計程車是不能給同班的 他就是不接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那一台 還是每一台都是 他就不接受同班 日本人就是說找 他有一千元嘛 一塊錢嘛對不對 比如說五百四元好了 如果那個一元找十個 也不太有禮貌 所以我們個人基本上不會這樣做 對有可能是 如果外國人這樣做的話 可能搞不好 他會OK 對 OK 但是就是搞不好他沒有很開心 對 我第一次去紐約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這裡的 是要自己要再多給小費的 然後我剛去的時候 我第一次坐 可能遇到的第一個計程車司機比較好 所以我就沒有感受 所以我第二次坐的時候 我正要下車的時候 他就用英文跟我講說 你沒有給我小費 我說 所以我應該要給小費嗎 然後他就 就是嗶嗶嗶的把我罵完之後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應該要給小費 可是其實我覺得 我是外國人 你提醒我我OK的 紐約人他們很直接 對 對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 而且好兇喔 好兇 對 紐約真的很兇 但是我有一次在紐約搭計程車 我是用信用卡 然後信用卡也是在按小費 對 我那一次按完之後 那個計程車司機 對我非常非常有禮貌 然後還幫我下車開車嗎 我心想不懂為什麼 我是給他兩塊錢小費 為什麼他對我這麼好 然後我一到家看那個 他不是都有那個收據嗎 我看 好大方喔 你多按一個0對不對 好大方喔 按錯了 你多按了那個一個0 你知道在美國的機場 你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下車 有人會幫你拿你的行李 你不要給他拿 因為你要給他消費 對 美國什麼都要消費 譬如說 連那個接駁車 有人幫你拿你的行李 那個司機 也要給他消費 對 對 每一個東西都要消費 對 我去過印度 印度很特別 印度人很喜歡按喇叭 真的啊 對 到了 你在城市都可以聽到那個喇叭聲 都是在按 �도 慢點 他想要月時間 明天的時間 我要不要去哪裡 什麼地方 對 越好才可以讓我下車 我跟他說明天才說吧 因為我今天也不知道 明天要去哪裡 或是明天天氣會怎麼樣 對 可是他如果我這樣跟他講 他就會不高興 會跟我吵架 我覺得特別奇怪 我的真的滿蠢的 我記得我那個國中的時候 第一次去香港跟家人 然後呢 鄉長就是右駕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左駕 然後因為我家人就坐後座 我必須去坐前座 我就自己很高剛的繞去那個 開了那個司機的門 就是右邊 對 我在日本坐過一樣 我在日本坐過一樣 我跟你講 打開就算了 我還看著他我就說 欸 你怎麼坐這 對 他說司機一點忙人 因為他就用廣東話 看著我說你在說什麼 然後我還看他看半天 我想很久 喔 這裡有浪漢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我再繞 很丟臉 他可能因為你要搶到車 再把他去北海道 而且是跟團 一整團有二十幾個人 而且那個導遊認出我是藝人 結果後來因為去北海道也是一樣 日本是幼駕 所以我就不熟 然後上車的時候 我就去開那個司機的 開車的那個門 然後我還看到那司機他 他剛剛打招呼 就超尷尬 他心想說 然後現在你要幹嘛 有什麼事嗎 所以小真 小真也有過 有啊 因為日本司機又超嚴謹的你知道 所以我們打開的時候他這樣 很害怕的 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印度也是幼駕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馬來西亞是幼駕 對 然後後來我來台灣的時候 是左駕嘛 後來我就想說要坐前面 我就要... 就走到左駕那邊 我就開 司機了 然後司機就從我後面 就看著我 蹬著我就很傻眼那樣子 那幫你放行李 然後你坐在家 他以為我要抽車吧 我在東京的時候 我帶一個九州的朋友 我們攻擊線的朋友 然後就坐幾艘車 其實我那時候 住在東京兩年 所以我東京很熟 但是我在看 就是旁邊的九州的朋友 聊天 就是九州牆 然後講... 那時候我發現 他坐完全不一樣的路 然後... 但是心裡想說 應該在日本不太可能 發生這個事嘛 然後... 通常從那邊到我家 是一千塊日圓 結果到那邊兩千塊 然後我直接跟他說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坐那條路 我就是... 普通話 就是從京... 從京腔跟他講 啊... 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一直跟他講說 不是直接那邊就... 有漲就到了嗎 我一直講 不好意思... 那就是只有給你收一千塊 對 還是東... 就是也是日本也會 日本的建設司機也會 東京 我討厭東京 東京 他從東京強調 原來東京 東京 我跟你講嗎 的建設司機也會坑錢 對 其實聽說 最近啊 就是在台灣的 日本人裡面啊 就是跟他們聊天 我剛剛聽到 很多東京人討厭我 真的嗎 對 我覺得你們應該 因為你一直講東京人的壞話 誰要刺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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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上節目 來啊 看我PK啊 東京人 下禮拜安排一集喔 來 妍妍 我今天是很想要來 為我們法國的朋友的 因為我之前在讀書的時候 窮學生比較少坐計程車 然後有一次我們要到 就是地鐵到不了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打電話叫計程車 因為那個是比較晚 好像是11點多了 就打電話去說 什麼...我們要到什麼... 我們接口到哪裡 然後一到之後 我一上車就看 為什麼起步價不是... 我去的時候是6歐元 就是起步價是6歐 可是我上去的時候 一看已經是寫15歐了 我就問那個司機大哥講說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是15歐 他回答我說 然後他說這個是實情 有這件事嗎 因為我至今都還不知道 我到底是被騙還是有這個 有一些如果是晚上的話 對 他們會比方說15... 10歐元還是15歐元開始 開始 開始 對 就是真的 就是晚上的話 他們不要比方說 5個歐元還是10個... 就是太少 哇... 起步價是... 很貴耶 好貴耶 他們的那個健康都很舒服 都是那種比較大的高級的牌子 可是就是還是會覺得... 我很想跟他講 我下一個路口就要下車了 真的很緊張 在巴黎嗎 對 在巴黎 我覺得巴黎就是比較貴 對 我... 因為... 在法國南部 對 晚上的時候如果我要回家 就是5分鐘啊 最終於是10個EUR 對啊 很誇張 差不多300塊 對 一下就300、400塊了 對 那俄羅斯的計程車貴嗎 也很貴 可是要看情況 比如說台灣計程車司機可以去... 車...車站在月台 車站 車站 對 在月台接客人 所以如果我剛剛下車... 下火車了 台灣可以問我要不要坐計程車 我問他們多少錢 他們說3千塊 Rubi 3千塊 那個時候跟Rubi跟台幣差不多 對 所以說3千塊 我已經覺得真的很貴 所以我跟他們說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價錢可能是1千5 所以我跟他們說 因為我現在外派 所以我的公司會推給我 只有1千5百塊而已 對 所以1千5我還可以接受 3千塊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看到我快要坐的時候 他說好啊 好啊 1千5 所以... 所以在俄羅斯叫計程車也是可以跟他講價錢 對 天啊 你喊價喔 結果他要幫我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的車子上 然後放好以後我已經坐好 他說 欸你的車子...你的行李真的很多 可不可以再價2百塊 我說不行 我們已經同意了1千5好不好 他說好 可是真的很多 我說我馬上下車 對 他說好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我們走吧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他... 又開始講 他又開始了 他發現了 回來的時候 然後... 要塞車 所以他跟我講 欸你看你看 我那邊 我回來的時候 一定要塞車 花一段時間 所以可不可以再價2百塊 我說欸 你在幹嘛 好討厭 對 很誇張喔 因為沒辦法 因為俄羅斯不是跳表的 不是跳表的嗎 他是叫價的 對 真的嗎 OK 可是在法國的時候因為 我們沒有很多計程車 對不對 對 很少 可是因為 如果你要做那個計程車機的工作 你需要買一個訊號 你要先買 非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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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法國人不常常用那個 很少 因為在巴黎的計程車是可以走一個 特殊道的 所以如果你塞車的話 坐計程車真的會比較快 所以我相信有些人還是會花得 這樣子錢 就是貴就有貴的道理 對 它起碼有道理 但是有一些國家如果遇到塞車 計程車司機會是叫你下車 有啊 泰國就非常常遇到 因為曼谷 尤其是曼谷的... 曼谷那幾條逛街的街 不管是何時何地 然後什麼時間 他們都一直在塞車 然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我是從我的飯店 然後因為很太熱了 所以我們就有一群人想說 坐計程車很便宜 想說就坐上計程車 然後要去逛Central World 然後呢 那其實開車的車程 大概五分鐘就到了 結果呢 那一整路沿路就一直在塞車 其實我們走路找得到 只是覺得很熱 想要在車上吹冷氣 結果後來開開開開 大概開二十分鐘之後 那個司機就開始 氣無敗 就開始麻藏 就是一直開始碎碎唸 然後講泰文我也聽不懂 然後最後 開開就叫我們一群人 就叫我們下車 就在路面叫我們下車 馬來西亞計程車 一般分為兩種 藍色計程車車況較佳 其他顏色則多為個人經營 而機場或是大車站 有先付費拿票紙 先購票再上車 比較不用怕被敲主槓